经过两个多月的拍摄 新剧18年后的杀人告白终于杀青了 在电影中台前幕后去守一堂 吃饭兼庆祝拍摄顺利完成 两位主角谭俊燕和黄志文 这次饰演一对情侣 他们还预告剧中会有大量亲热细分呢 一般合作因为我知道里面就有一 长期不是一长 不是一长 很多长 一整晚 对 清热一点的 对 其实我当初这时候我也很紧张 因为女生嘛 很多男生在场 而且那个时候我跟她没有很熟 对 但是拍完之后她很熟了 对 没有很熟 因为为什么 因为她整晚 整晚就是她的 我的鬍子一直扎到她 她那边全红了 那我就去刮鬍子 然后又刷牙 对 反正刷牙刷牙很多次 很多东西我自己不喜欢 那个角色老是说谎 我是很讨厌说谎的人 因为我说谎太烂了 我一说我老婆就马上知道 对对对 那我要把很多我不喜欢的东西每天跟自己在打仗 那我已经拍完就可以先把这个角色放下来 然后再重新出发 但是我知道你之前有一些 就是因为那个角色有一些情绪的问题 有一点点情绪病 很容易发脾气 然后就是很暴躁 那还好我太太她非常了解 而且她陪完我 她觉得一天晚上要哭这么多次 确实是会让人精神有点崩溃 那之后会怎么去补偿呢 我们去旅行 我会把女儿带去海滩 虽然这个延期有延期 不过终于这一次一定能去到 剧集对几位主要演员来说挑战也相当大 好像杨秀慧就要学手语 而陈生聪就要保持体型 而且她还考虑要效法好友袁伟豪出一本写真集呢 大家知道我之前已经跑步了 还有都要去健身房 但是这一次是要真的很专注的要锻炼肌肉 希望可以达到一个目的 还好吧 因为多少时间呢 用了一个月 我就跟曾奇说 你要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去念 因为我对自己有要求嘛 有没有想过跟袁伟豪啊 Ben一样就是拍一个写真集 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不知道了 看看那个 你看过她的照片吗 有所以绝对可以出 大家留言给她 不断地给拉就出了 但是是有拍过一些 已经拍了 在现场拍了一些 跟在健身房也拍了一些 就是半裸的 他全裸亚留言了 留言就是他有谈一下 叶翠翠早前再次容生做妈妈 修会日前相约一众好姐妹 去探望宝宝 她还开玩笑说 自己学会了很多做月子妙招呢 之前我们就因为 我们跟姐妹她的几位主持 就一起聚会 因为我们拍完姐妹她之后 就整班主持就少了联络 因为大家各有各忙 然后翠翠都忙着生孩子 然后君丽也在忙着生孩子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忙 然后这一次终于有机会 就趁她孩子刚满月 然后我们就去了她家 去吃那个猪脚浆 然后就借这个机会 就大家有个聚会这样子 他们有分享她 她当妈妈的一些经验 有 我们一到话就不断 因为她的气色非常的好 然后身形也keep的非常的好 那我们做事 她就跟我们说 就跟我们分享 在怀孕之前需要有什么准备 然后可能在怀孕期间 有什么要留意 然后做月的时候 有什么要留意 她说以后你们生小孩 找我行了 我帮你们 快点啊 虽然聚集大部分角色 都比较阴沉 但是有江星燕 这个开心果在这里 大家都拍得很开心 连跟她饰演夫妻的林佳华 也给星星取了一个绰号 叫欢乐星啊 我觉得这个戏 这个决本是第一次很好的一个决本 也演这个决本很爽的感觉 对 每一场也是很重很重的 不过没关系 因为我跟她一起都是开心的 我们的戏 不断就是不开心的 对 对 还有拍这个戏 因为她走了 对啊 分开了 我很想念你们的 有一阵子我不在工作的时候 我很想念你们 有的 真的吗 我就每一天都看着 现在拍完了怎么办 我们三个人的照片 所以很想念她 应该还对吧 现在已经拍完了 你怎么办 我写不得了 写不得了 我一定会到加拿大去当你的 好 不要这样说吧 欢迎 欢迎